生活中最神奇的十个技巧 一枚硬币就能去除些臭味 一个洋芋片居然能救人于水火之中 而第一名的技巧更是收获了一千多万的观看 引爆了潮流 本期的好奇指南针 就和大家一起去见识一下这些神奇的生活技巧 点击订阅让我们出发吧 第十名 棉花糖缓解喉咙痛 天气转冷变得干燥 许多人时常会觉得喉咙不舒服 一般会建议用盐水漱口或多喝温水 而有传闻说 吃棉花糖能够缓解喉咙痛 这又是什么治疗偏方呢 据悉 十九世纪的棉花糖是由药薯葵和糖浆 蛋白等成分搅拌而成 传言药薯葵根部所榨出的汁液 可以治疗喉咙不适及消化系统 古埃及人就会把汁液与蜂蜜混合 制成喉糖 后来因为成本问题 大多棉花糖已经用明胶代替药薯葵 治疗效果有所下降 但一当日本综艺向耳鼻咽喉科的医生求证得知 现在的棉花糖被吃下后 液化的明胶会包住发炎的部分 让你的喉咙痛暂时得到缓解 因此也是可以尝试的 不仅如此 棉花糖还有降低焦虑的功效 当你吃棉花糖时 会感受到舒适的触感和美好的味道 从而缓解情绪压力和焦虑感 有尝试过的朋友 欢迎来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 第九名 转废为宝 在日常生活中 有许多随手扔掉的出于垃圾 其实只要巧用心思 都能变成清洁的小帮手 不但能减少垃圾 还能美化家居 其中的橘子皮 就是微波炉的救星 作为厨房里使用最多的电器 微波炉是最容易变脏的 此时只要把一些橘子皮切碎 放入碗中 用微波炉高火加热5-8分钟 直到微波炉内被蒸汽充满 然后再焖10分钟 让果皮中的挥发性油脂 与蒸汽相结合 进而让粘在上面的油脂和飞溅物松动 就很容易擦掉了 而且还能飘出淡淡的橘子香味 而毫无用处的土豆皮 如果用对了地方 也能变成一种很好的清洁力气 只要把土豆皮洗净 在镜子上擦一遍 再用水冲一下 镜子不光会很光亮 而且可以防止起雾 这样做主要是 淀粉均匀涂在镜子上后 会形成一个输水涂层 所以喷水后 水珠就不能挂在上面了 而将水和洋葱皮 加入锅中熬煮 带锅中洋葱水变成茶色 将洋葱水以及洋葱皮倒掉后 就能将锅底的烧焦部分变得柔软 只要用海绵布就能轻松刷除 上面的厨余垃圾 能让我们更高效地清洁厨房 但你绝对想象不到 一枚硬币 居然能让穿了一天的湿球鞋 没有一丝意味 第八名 鞋子里放硬币 鞋子一旦穿得太久 或者是被雨水打湿 就会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 熏得人晕头转向 如果你也有类似的苦恼 不妨来尝试 这个日本疯传的除鞋臭奇招 我们只需要在鞋子里 放几枚铜制硬币 然后把鞋子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 隔天鞋子就没有臭味了 这是因为鞋子的臭味 主要是汗液中细菌造成的 汗液含有盐分 会氧化铜产生铜氯 铜氯是含有毒性的 微量的铜氯 能够杀死臭汗中的细菌 而一元和50元硬币中的铜含量 高达92% 比其他硬币效果更好 这个方法既省钱又环保 也不会对鞋子造成任何损伤 当然铜壁上也会有其他细菌 不宜和皮肤长期接触 所以想用这个奇招 最好是脱掉鞋子后放入 也不要再穿着鞋子的时候放 不然就太个脚了 除了铜壁 也有达人分享 可以将清水 白醋 花露水 混合在一起 制成简单的除臭剂 没事喷几下就可以了 那你还知道 有哪些除鞋臭方法呢 欢迎来评论区补充 第七名 衣服挂法 我们日常生活中 都会将衣服挂起来收纳 方便拿取 但有时候衣架不合适 也会容易导致衣服变成骨包 因此 网上达人们 也是分享了各种收纳技巧 挂毛衣时 首先将衣服对着成半 把衣架放在袖口位置 然后翻过去 再穿进去 另一边同样 这个挂法会将毛衣的重力 都分散开来 肩部和身子也不会变形 如果是较后 无法塞进的衣架的衣服 则可以像这样 直接披挂在衣架上 同样可以避免变形问题 裤子直接挂在衣架上容易掉 那么你可以将一边裤腿穿过衣架 对折后 另一只裤腿穿过衣架 或者衣架穿过裤腿 到中间处提起 钩子穿过裤盘就可以了 当大衣过长 柜子放不下时 则可以将大衣袖子和下摆 向内对折 然后衣架放在中间 下摆穿过衣架 提起套进衣服间 下次挂衣服 不妨试试看吧 第六名 包装袋封口 看电影 野餐 很多零食吃不完 手边又没有东西能夹住 丢掉可惜 其实随手就有密封的方法 堪称魔术 把没吃完的食品袋子 两脚向下对折 尽量折得深一些 反过来 向下折 再把左右两个脚翻出来 封住开口即可 而吃不完的面包 又碰巧自带的卡扣弄丢了 只要这样将袋子旋转几圈 将上面的袋子往下翻 套住面包 就能封住袋口 锁住新鲜 而生活中常见的礼品袋 一般都是长口的 东西容易掉出来 其实它有一个隐藏的自锁功能 封起来后 进美观大气 送礼时还很有神秘感 将绳子两两 穿进对边的小孔里 两边用力一拉 手提袋就封好口了 打开的时候 绳子两边各拉出一个绳头 就能轻松打开 除此之外 还有几个特殊物品的封口方式 以免要从侧面剪开 用剪出来的长条 绕着包装袋缠绕几周 打上结就可以了 而一次性装的洗护用品 如果没用完 可以沿着对角线 剪下一个缺口 然后把开口向内翻折几遍 再把剪下的缺口套牢就可以了 第五名 杀窗清洁 每次家庭大扫除 在面对门窗缝隙时 这些凡人的小缝隙 会让我们望而却步 但日积越累 缝隙的垃圾越来越多 倾力已经势在必行 那该怎么做呢 其实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洗碗棉和一把刀子即可 将一块洗碗棉放在窗户轨道上 按照凹陷部分做好记号 然后沿着记号划上几刀就可以了 我们在划海绵的时候要注意 不要将海绵划断 一定要按照所擦物品的形状 来给海绵造型 比如窗户轨道分了三行 我们就把海绵切开三道 那么海绵和轨道就像齿轮一般完全贴合 就这样一个简单的门窗缝隙清理神器 就制作完成了 由于海绵又软又有弹性 划开的小块能轻而易举地嵌进缝隙里 把擦洗的东西包住 窗户缝隙的灰尘就能轻易吸附到海绵上面 有了这个小工具 有缝隙的地方清理起来就再也不用担心了 只要是凹凸不平的地方 都能够轻松清理 是不是很方便呢 第四名 除去大蒜味 是不是觉得蒜味很难去除 就算用香皂洗几次手 味道还是一直都在 这主要是因为一般传统消除臭味的方式为覆盖式 如芳香剂就是以另一种味道来覆盖臭味 但是无法真正消除臭味 由于蒜味的特殊性 所以无法覆盖 那要怎么办呢 日本一档生活综艺实测发现 只要把手和不锈钢放在流动的冷水下摩擦十秒 蒜味就会消失 非常的神奇 这是因为大蒜中含有大量的含硫化合物 这使它产生我们所说的大蒜味 切大蒜时 其中一种叫做蒜素的东西会转移到皮肤上 而不锈钢表面有个形成的氧化层 这种元素会与手上的硫分子结合 使蒜素离开你的手转移到不锈钢的表面 进而消除了大蒜味 这个方法对洋葱和鱼的气味同样适用 但要注意的是 这个方法只能用作去除异味 并无消毒效果 正因为这个原因 坊间也推出不锈钢造产品 大家有没有用过呢 第三名 玉米开关 许多人都喜欢吃玉米 无论是蒸食还是熬汤 味道都十分美味 但包玉米却是一个考验耐心的工作 一不小心就会把玉米粒割断 有人甚至简单粗暴的 直接拿刀切割 玉米滞留了一地 非常可惜 但是烤肉摊烤的一种小川玉米 包皮后却能完好无损 那它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其实只需一把剪刀轻轻移动 即可让玉米完美剥离 简单一行 先将玉米从中间一分为二 然后将剪刀插入玉米的中部位置 这个部位其实是空心的 就是平常烤玉米时插筷子的地方 在尝试将剪刀插入底部的同时 不停地旋转 玉米就会被一分为二 观察一下 就会发现这些玉米粒实际上排列有序 暗行蔓延 此时只需要按照顺序 一排排掰下 完整的玉米颗粒就到手了 按照这种方法 你能够在一分钟内 轻松地包下整整一个玉米盘 而每一个玉米粒都能够完整地保存 一把剪刀 短短一分钟就能让你 获得一盘玉米粒 赶紧动手试试吧 第二名 羊芋片当火种 入口香脆的羊芋片一直是大家喜爱的零食 虽然很多人说它是垃圾食品 但你知道吗 就是羊芋片这样的蓬化食品 在关键时刻却能救人性命 众所周知 羊芋片的原材料是马铃薯 主要是淀粉 而且加工过程中还会用到食用油 这样一来 羊芋片等蓬化食品里面含有大量油脂 从配料表上可以清楚地看到 羊芋片中的油脂含量高达35% 再加上淀粉的助燃效果 羊芋片就成了易燃物 其次 这些蓬化食品中含有一些添加剂 欲高热 明火 或与氧化剂接触容易引起燃烧 根据实验 羊芋片几乎是一点就涨 而且开始滋滋的冒油 火苗也会慢慢变大 40秒后 一片羊芋片才会被全部烧完 所以在准备应急急救包时 不妨放一包羊芋片 不光能够暂时解决饥饿 更重要的是能作为助燃物 帮你引燃火堆 为你取暖 照明 在漆黑寒冷中渡过难关 羊芋片当火种 似乎已经突破了我们的认知极限 而下面的技巧更是让人吃惊 第一名 洗澡吃橙子 你喜欢吃橙子吗 你喜欢洗澡吗 那你有没有试过 边洗澡边吃橙 早前 外网就兴起了一种神奇的趋势 洗澡吃橙子 据说这么做可以带来心灵疗愈的效果 是一个人能够独享的最健康的身心 灵魂活动 甚至有人说 体验过一回之后 自己的人生都被改变了 这种趋势 现在已经火遍各大社交平台 其中一位网友拍的相关视频 播放量已经超过了一千万 让不少网民都跟着试 根据体验过的人介绍 当你在洗热水澡时 热量和湿度会增强橙子的气味和香味 而这种香味有助于缓解压力 而且洗澡时吃一个橙子 还不用担心橙汁弄得到处都是 所以你可以毫不犹豫地撕开这个橙子 就能让你体会到最原始的快乐 专家也表示 柑橘或橙子的味道是典型的心理学临床使用的治疗气味 橙子 柑橘等清新的气味能够激活身体 对抑郁症 躁狂症等心理疾病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所以洗澡吃橙子的梦幻体验是有科学依据的 大家今晚不妨就是一试 看完以上的视频 哪个小技巧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你还有什么生活技巧可以分享呢 欢迎来评论区留言互动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可以订阅按赞好奇指南针 下期也会为你带来更多精彩 请不吝点赞好订阅